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来到了曼尼托巴和安省的交界部屋 这是曼尼托巴的一个游客的信息管软中心 第二个地方 我如果再往回走 就是还是在曼尼托巴 如果我现在往前走 那就是进入了安省 就是离开了曼省 离开了草原山省 也就离开了加拿大的西部 进入了加拿大的东部 这个地方就是加拿大的东西部的交汇处 现在我们就要离开了 这是最后一眼的曼省 草原山三省之一 在草原三省开车 面对空旷一望无际的草原风貌 时间长了就会感到无聊犯困的问题 这就需要调整心情 在平淡无期中发现美 在草原山省上开车 不仅能遇到狂风大雨 还能看到在蓝天中悬挂着朵朵的可治愈的棉花塘 也可以离开公路 停下车轮的转动 看着不一样的景色 看看阿省的恐龙化石 和以恐龙为主题的博物馆 看一看萨省的大漠荒谷 小沙漠 同时还可以到湖边 看着听着鸟唱风鸣 在空旷的草原上开车 突然间一片森林的闯入视线 也会让你感到惊喜 加拿大的中州县 也在草原三省的曼省界内 在草原三省开车 也就不那么无聊 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发现的 接着鸟唱功夫 就好好看 再到稿之后 那些露台 全部都出来 这些路上 币车 永远 千万 安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次见